火箭少女与篮球明星同框 但美云像小矮人 因为衣服显胖近期由创造101 火起来的青春少女组和火箭少女101可谓是大红打子 出道后发歌就闯进了音乐榜前列 各种代言和活动也是接踵而至 十一位少女无时无刻不在 展现自己的好身材和青春活力 真是让人羡慕呀 而近日他们又参加了一档节目 这节目比较特殊 是由腾讯视频举办的企乐明星赛 邀请了又当今篮球水平 最高的NBA联赛的成员或前成员 比如麦迪和博士 又邀请了娱乐圈一阶热爱篮球 并且技术也不差的明星进行篮球友谊赛 据悉 档坚无意反 苏醒 都好 白静婷等娱乐明星都在场上 而硬要助力起了明星赛 得几位姑娘也是进个热舞 好不热闹 但是与他们曼妙身材不相称的是 他们与篮球明星同换后 差距十分明显 都知道篮球是常人的运动 前NBA成员麦迪的身高达到了近两米 而内线波士的身高更是有2.12米 娱乐圈明星如无意反 也有1.97米 这样比下来我们平时1米6 1米7的正常身高姑娘 纵然是曼妙多姿 青春活力 在他们身边就比较闲爱了 尤其是赖美人穿着黑色短裤 扎着双马尾 这样的打扮把小粗腿暴露出来了 而且本来她在女团中身高不占优势 与篮球明星同换后 俨然像个小矮人 一眼看去非常大眼 而NBA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 看起来比周围清爽打扮的队友更臃肿 非常显胖 即便是比场上的篮球球员矮了很多 但我们的火箭少女们的精彩表现 依然是不遑多让 再歌再舞 非常吸睛 她们大多穿着短裤 露出自己修长的大腿 身上穿着带两片的衣服 勾勒好身材的同时也更显得耀眼了 但是瑕不掩喻 这些火箭少女也为我们带来了赏金月幕的表演